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台南政府议长邱莉莉 林志展等人 深陷汇选风波 4月29号 台南地方法院一审获判无罪 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 没想到一个月后 地检署对此案判决不服 要提起上诉了 该判决认识用法 尚有伪误及未恰之处 于今日就该案被告时人 均提起上诉 台南市议长邱莉莉 以及副议长林志展 市议员黄丽文 余会理事长林世杰 地政局人员黄一平等10个人 以选举帮出钱 买房打八折等手法涉嫌会选 去年3月2号 台南地检署征结起诉 没想到地方法院在一审判决 10人皆无罪 而南检在5月15号收到判决后 认为原审判决有违误 决定于5月28号再提出上诉 而对于南检提出上诉 邱莉莉及林志展都没有多做回应 仅表示尊重司法 欢迎新闻成员 魏成员凯 刘备瑶 台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